这个逻辑 主要是插入个函数 我们第一个是用那个逻辑里面的if 那比什么 特别重要就是比 这个 这边的班级跟这边上面的班级 如果一样的话 那就告诉我他在第几列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后面还会用到index 其实主要 告诉我第几列主要是我们后面会在用到 前面讲过有个检视与参照 里面的index函数 那index函数呢基本上 他就是要三个资料 第一个就是这个范围里面 第2个呢他在第几列 第3个在第几篮 那如果我可以 就是说得到 当然是先前置作业了 先知道哪一列 篮的话我刚讲过可以 那范围就这个范围 他就自动会帮我把 只要是第1列的部分 帮我把它抓过来 所以基本上第1个我们先用逻辑先判断一下 所以逻辑里面的 这个if 那判断什么呢 如果这个这个储存格 如果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储存格的话 那我当然给什么呢 就是 帮我把那个 第几列抓过来 那基本上我是 定义好了整个整个用 这个整个范围包含上面的那个栏位名称 回来的话比如说我这边就是给他 那是第几列 Row 他现在在第5列 那我希望得到的他应该是在 比如说在 假设我今天给给他是 假设这个地方 如果给减掉式的话 那基本上就抓到这个假设 我们没有不包含栏位名称的话 那就是这个范围里面的第1列 那反之的话呢 给什么 给没有 就是抓不到的话 那我给他一个这个 我自己定义出来的一个under 一个字串 OK 那当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相对他会帮你把这个第1列给抓过来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向右 向下要 全部一次完成的话 那这边可能你要先注意 第1个当然你 H2 必须怎么样 把它说起来 OK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你可能这个A2部分的话 那你需要怎么样 去 因为将来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可能不只比一个A2 我希望把A2到A12全部都比完 那比完之后呢 我要知道说 他在第7列的话 那可能特别注意 有两个两个地方可能你们要特别注意就是 这个就会变成是A2 到A12 对 那这个的话呢 那就是 就是 等于是这一 等于是第2列到第12列 回来的值 OK 所以 那我们有什么方式呢 可以完成 特别是这个地方 第1个先记得把这个范围 H2先锁起来 第2个的话呢 请你把前面的地方 改成 A2 到 A12 这个是一个范围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要比了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呢 它是一个范围 可是好 如果你今天指的是一个范围的话 那你将来呢 一定要用什么 Ctrl Shift加Enter 它才可以帮你执行正确 另外呢 这边把它 假设这样好了 那我用执行 那向右 这边 锁住 另外 等一下可能会向右 向右的话呢 那 因为我向右之后的话 我比了 会变成姓名 所以一定要把A栏给锁起来 所以这边的话 A栏一定要锁住 不然的话你向右会出错 OK好 那因为这边有一个范围 A2到A12 如果你要同时执行的话 你就 Ctrl Shift加Enter 好 这个时候呢 你把它向右 OK 它会帮你执行 有没有 抓到是第1列 向下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 他就抓他 哎你的你要的资料呢 在这里面有第1列 第2列 哎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这个是第4列 OK 然后呢 这个不是第6列 那不过我特别需要我这边指的是 来源的话 指的是这个范围 不包含什么 不包含那个栏位名称 所以这边的1 指的是这个范围里面的第1列 不是前面这个列 所以其实这个数字 可能会差1 好那第1步就完成 可是第1步完成之后的话 这个好像也不是我们要的 因为我们还差什么 可能你要把什么 把数字的部分排在前面 把n的部分排在后面 因为n的话指的是找不到东西 所以第2个 可能我们就是再来就是要用small 做排序 那排序的部分的话就是什么 你要把小的排在上面 大的排在下面 再来用index 再来才是ifl 把它这个部分完成 那就是说 small部分 不过small部分 特别主要是 某个范围里面 特别主要 统计的话 一定是在某个范围 所以我们可以把if的公式 是先在减下 然后再给什么呢 再给那个 统计 类别里面 small 跟large 都在那个 这个这个统计 类别的函数里面 所以你往下找 在 S开头的地方 small 那里面的话 它会出现相关说明 它的引数 一定要是array 一个阵列 就是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里面 是第几 等于是 我们等一下判断的范围 再来k的话呢 是第几小 所以最小就是 1 1234 一直往下 OK按确定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希望array的部分 我就把这个刚刚的公式贴上 OK第1个 那你会发现 贴上的话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范围 所以呢你会发现 它会自动帮我把里面的茨先抓出来 但是呢里面的茨有点怪怪的 有没有 它里面是11 有没有都是1开头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里面它要的是一个范围 所以请特别注意 有几个地方可能要更改 第1个 这个r-4 有没有 特别是它不是一个范围 所以特别是请你把这个地方 r-4的地方 把这个呢改成一个范围 那改成范围改哪个范围呢 改你要判断的范围 就是你最后排序结果那个范围 那我们记得把r-4的地方 改成什么呢 第2列 第到第 第12列这个范围 就a2到a12 那回来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抓到什么 一般二般三般这个范围 OK 那回来的话也会给你个编号 第2列到第12列 记得 这个范围 请你把它固定起来 f4 OK 第1个这个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 第2个的话呢 刚刚我没有锁a 不过呢small的话它是整个范围的比较 所以记得也是一样 整个把它锁起来 不要锁单边 这个地方也是f f4 记得 这两个刚刚只有锁单边 那这边是给它一个范围 这边也是给它一个范围 才有办法去帮你做比较 那你会发现 它一个范围后面也会 给你返环的结果啦到底处还是false 那如果说呢它这边 改完之后呢我们一样 那当然因为我刚复制的时候 if本身外面已经是一个阵列 所以你贴上来之后 你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你这边好像少了 small里面还少什么 这个k 那k的话呢是第几小 那一样我们用刚刚的那个row 其实同样道理 最小的话是1 所以 那因为我现在的储存格是在第 第五列 对不对 那如果要最小的那一个 帮我把 最小的那一列列号 帮我放在这边 把它剪掉多少 剪掉4 因为它现在在第五列 OK 按确定之后 那你可以看到 那因为刚刚已经 本身就是一个正列 所以你 把刚刚if的工资贴上 它自动会帮你在外面产生 一个大瓜糊 那把它向右 向下 那你会抓 你会发现 他会帮你怎么样 把那个 他 属于哪一列的这个列号 有没有 不过这个时候回来的 是他实体的列号 实体列号 所以呢基本上 我们是 2 3 5 所以你会发现 2 3 5 这个是 一般的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我们已经抓到 它的列 在第几列 所以呢还可以再把small 怎么样 再把这个公式 再把它剪下 因为我已经抓到它的列号了 接下来我可以配合什么 配合那个index 后面就不太会简单 我觉得这一题比较难的是small 部分 你们可能要稍 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index 的话呢接下来就一样 把那个范围 范围告诉他 可是特别注意这个范围啊 因为我们 这个列号 是实体的列号 是第2列 第3列 所以记得 index 选的时候 请你选到上面 把第1列这个 标题名称 也把它选进来 一样把它按一个f4 因为等一下会向右 向下 范围会改 那列号的话呢 请你把 刚刚的那个small 那个 公式贴上 好 那他会出现第2列吗 那第2列就是抓到什么 帮你抓到 他第2列里面的 这个 可是蓝 我们蓝 我们还没有 哪一蓝呢 因为我现在的位置在第 居蓝 就第7嘛 所以呢 基本上你可以用column column 小瓜糊 他现在的位置在第7栏 那如果说我现在抓的不是第7栏 我要想 我要想要怎么样 把第 第2栏的资料抓过来 所以你可以把他减掉多少 减掉5 OK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了 他会抓到是流年号 OK 所以是 第2栏的第2列 那当你向右填满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这个范围 基本上都有锁了 所以按确定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确定 因为你刚贴上了也会把那个 大瓜糊 顺便贴上 所以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马上呢就帮你把什么 需要的资料 全部都把它抓过来 但是呢 最后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 错误讯息 有没有 因为呢 我们给他的 index 里面的值 底下的是一个n n他找不到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过滤的方法 一样的方法 再减一次 把这个公式从头到尾 减下 在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用什么 用逻辑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ifl 你就把这个公式贴上 然后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清除的话 记得怎样 双引号两个 OK 按个确定 好那你会发现 这个部分就完成了 所以你切一班 二班 三班 OK 完工 那特别注意 最容易出错的地方 应该在这个small 从那个if 有没有 单一个判断 要转成多个范围判断的时候呢 请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要改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 颜色干脆醒目一下 这个地方要改 这个地方也要改 两个稍微比一下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small 他需要的是array 而不是单一个储存格 你不能给他一个单一个储存格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好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用那个公式来解的话 会用到四个函数 那其实最困难的应该是这个small small部分 那这为什么用small呢 因为要排列 把那个不是的部分把它删掉 所以n要把它排在后面 不过其实好像 事情 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不给n的话 是你给什么呢 其实你这边给给个 他最多到12列 你可以给个13 你随便13抓回来资料 假设你给他是一个什么 一个13的话 其实甚至那个ifl 应该也可以甚至不需要 可以不用判断 因为他 抓不到资料的话 应该就不会产生错误 这可能 可以再试试看 好像也不行 可能ifl还是要加 所以 加上ifl 给他刚刚的部分呢 就是用四个函数 帮我把那个 就是资料给带过来 然后把资料123班的资料给带过来 那这个方式的话 其实 是方法一 方法二的话 待会我们再来看 VBA怎么做